洞主杨峰 设宴捆带南王梦霍 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 突然间 这位洞主啪叉把酒杯这么一摔 那些跳舞的南姑师一云轮上 掀翻了桌来 当时就把这位南王梦霍绳困锁绑 给捆起来了 多思愣了 哎 你说这怎么回事 洞中洞主你是我的朋友 我请您来 是为了助我家南王梦霍一辈之力 领长诸葛亮的 想办法杀退蜀军 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 这什么朋友这是 你可这歌 说的话 这伸手就要抽泪下的配件 你别忘了 在他身后边 还有两位陪验官呢 那就是杨重主的 二公子和三公子 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 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 碰 过去 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 那位梦幽呢 梦幽咋儿给捆起来了 哎呀 朵丝也多屌啊 杨风人兄啊 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能推 我给你请来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杨风这么一听 用手一吞胡须 呵呵呵呵 多思贤弟 我这不是冲着你啊 实不相瞒 梦幽咋做的有点太过了 你想一想 你的屠龙洞 记得我们结交之时 一直到现在 一直是平安无事啊 怎么突然间 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 这是谁给我们招的栽闯的祸呀 还不是这个梦幽吗 若不是梦幽兄弟 居心叵测 屠龙造反 使得我南中这一带 黎民百姓遭受涂炭 这是梦幽的过错 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斗为敌呢 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 天地呀 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梦幽 完全是为了你呀 你放心 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 也要保住你朵斯贤帝的性命 不过这梦幽 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 哎呦 梦幽听的这根把牙子们一摇 等着大眼瞅来瞅着杨风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朵斯呢 朵斯听杨风这番话很有道理 确实是这么回事 不过总觉得感情声下不去 我对不起梦幽 哎呀 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 朵斯贤帝 不管应当不应当 我们应该呀 一心为国呀 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于周管辖 汉丞相 立福汉事 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 应该辅佐丞相 听从调遣 我们呢 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亲兄弟一般才对呢 嘿嘿 多思一听 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 我不定了 杨风吩咐 把他们压下去 随后给丞相诸葛亮 写一封书信 自己亲自来一道汉营 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 诸葛丞相非常高兴 派人请杨风父子 到别营去休息 然后传令 把梦获压进大帐 这位南王啊 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 一进中军帐 诸葛亮一看梦获呀 呵呵呵 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 丞相这一乐 帐中的文武全乐了 呵呵 乐得这位南王梦获 这可不得尽啊 站在那儿是如腹锋芒 浑身上下 觉得那么渣的慌 哎呀 自己也觉得太难过 真有点无地自容了 怎么呢 这左一次右一次 五次三三的 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 这算是什么呀 啊 梦获真想 撑得一下 干嘛 找个大柱子一头碰死 他一学嘛 在中军大帐里头 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 没地儿碰去 自己转店这么一想 我干嘛碰死 我根本就没吸 这么一想 他把心膛一停 大伙一笑 呦 梦获又来神器了 大概啊 这次又不算 又不服输啊 你瞧这仗打的 一东一径了 梦获怎么想的 让仗中的这些将军 都给猜到了 梦获看了一看诸葛亮 丞相 你因何发笑 呵呵呵 梦获将军 我就是在笑你呀 你笑我何来 我笑梦获将军 沙费了一番苦心啊 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 和我决战吗 你藏身 在屠龙洞中 同时呢 你倚仗着这四拳 灭拳 黑拳 柔拳 牙拳啊 同时 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 山蓝仗器 你想 使我全军覆没 可是梦获将军 你这四拳都失效了 山蓝仗器 并没阻挡住我军 现在怎么样 还是我坐在这里 你呢 道柬二倍 站在我的面前 这不是天意吗 孟获将军 我觉得这次 你应该心服 口服了吧 哼 不瞒丞相 我根本就没服 哼 这怎么回事 仗中文武 一阵大笑 他要说什么话 大伙都猜着了 准致的梦获 是这句 梦获脸也红了 自己把牙医咬心 是红脸 看什么 直当这一日没有 就我和诸葛亮在这说话呢 我这是站在树林里边 跟诸葛丞相这谈话呢 乐你们乐你们的 我不理这茬 诸葛丞相这么一听 哦 怎么 你还没服 那当然 不管怎么说 并不是丞相 你排上将军 将我捉住的 是我交由瞎了眼 从我交了 洞主杨森 他假意设宴 设计一个圈套 把我给捉住 这怎么能算得 是丞相之功劳呢 如果丞相这次 要再敢葬我 喝 大伙一听 又来了 丞相听到这会儿 用手一推胡须 嗯 蒙活将军 我要再放你 你能怎么样 这哥 哎呀 蒙活一跺脚啊 心说人家 管这样的话呀 哼 问了我好几遍了 丞相如果再敢放我 一次 我要回到故乡 我故乡在银坑山 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 而且我凭借银坑山前 三江之天险 与丞相决立死战 那时丞相 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 我呀 犹大心里万外轻服 丞相一听好 那我就一命一次 来 松绑 当时把孟祸的绑绳给松开了 还像往常一样 白酒款待孟祸兄弟 把孟祸也放 放了 杜丹放了孟祸 连那位朵司大王都给放了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可以一起走 三个人 当时这酒怎么往前喝呀 干脆抱拳拱手 立刻辞别汉营 走了 把孟祸放走之后 诸葛丞相 这才召见这位杨丰 重谢了杨丰洞主啊 就把屠龙洞这所有吧 一共是二十一洞 全给了杨丰了 封杨丰为二十一洞主 然后诸葛丞相在这修整兵马 同时呢 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啊 想把孟杰请出山 你就即便不为官 你应该到屠龙洞这来 这比你的地方也强啊 这位万安隐士啊 不辞而别 已经走了 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 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隐居贤士 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 给诸葛丞相指了路 让他决地维权 好主意都给出了 随后人家走了 诸葛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 有兵尽银坑山 这时候孟霍哪儿去了 孟霍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 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 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 朵司一再向孟霍道歉了 难道我对不住你 我错交了杨风海 孟霍白白手 朵司先帝 那就不要提起了 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 这算得了什么呀 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 我还有破敌之计 朵司这么一听 难道您这破敌之计安出 怎么您有什么好主意 说说吧 这个破敌之计吗 哎 孟霍把头低下 怎么回事 他为难了 虽然这次在大仗中 他跟诸葛亮说的很清楚 你敢放我的吗 我回老家银空山 孟霍梅俩回去了 怎么呢 出山的时候 自己那什么气魄 那是多神气 自己的夫人 领着万马千军 亲送百里呀 送出一百里路来 同时一再住酒 祝我齐开得胜吧 都成功了 嘿嘿 到现在 兵马也没了 你瞧瞧我 落得这样 只剩下 忽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这么用什么脸回去 走一段路再说吧 他和朵司 以及他的兄弟梦游是信马游刚的往前走 突然间听远处里这么一声 套响 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 举摩往对面这么一看 对面是金旗招战 又在飘扬 人脑排开 把孟霍吓了一跳 怎么 孟霍一想坏了 甭问 诸葛亮在这射有伏兵 他明知是放我 实际不是这么回事 在这安排一只人马 现在我人困马乏的 我打得了吗 这不是只有束手旧琴吗 哎呀 旁边的兄弟梦游一看 哥哥 您别着急 您看 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 啊 孟霍听的这会儿 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 可不是吗 呵 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 有一杆大道旗 可这杆旗呀 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 孟霍一看 这不是别人的旗号 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 只见那大道旗下 有一团烈火呀 哪来的一团火呀 不是什么一团火 那是一个人 是一员女将 从头上到脚下 一指她的坐骑 那是一堂红啊 呵 真醒目 来的正是 银坑山的 注农夫人呢 孟霍一瞧 哎 我说贤弟呀 这我怎么过去呀 你嫂嫂来了 孟霍一看 这又不是旁人 嫂子来了 你就过去嘛 该说什么 说什么呀 哎呀 孟霍摇了摇头 心里说兄弟 别人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我在银坑山那 躺上一壶 街下摆弄 谁不知道难忘 孟霍 这个我让诸葛亮 杀得这么惨 败得这么可怜 我 我有什么脸 去见你的嫂嫂 哎 那怕什么呀 胜败兵家常事 说着 孟悠就过去了 一见 祝容夫人 先给朵司大王 做了引荐 祝容夫人 倒没说什么 吩咐手下的动兵 赶快 请大王上马 回山 实不相瞒 夫人已经听说了 孟霍与诸葛亮交战 是临临败北 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 这次来呀 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 杀死诸葛亮 打败蜀军 朕一阵南王梦获之威呀 现在有什么话好说 他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 所以赶快派动兵 扶南王上马 接回银坑山 我又像众心捧烈一样 就把这位南王 给接回老家来 银坑山这地儿怎么样 呵 这地方可太漂亮 要不怎么孟霍跟诸葛亮说 他要凭借三江之险 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 感情银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 乃三道江 就是卢水 甘南水 西城水的汇河之处 银坑山这地方 方圆几百里 助产丰富 景色宜人 一年四季 风潮雨顺 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 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 这个集场啊 方圆不下百里 各个村寨男女老少 到这一天都经过书席打扮 前来赶集 热闹极了 银坑山这地方 有很多地下宝藏 不过在三国时期 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 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 只是呢 发现了一个大银矿 这地方出银子 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 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 赶集 花钱买东西 都怎么办呢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 也没有零钱 就一物一物啊 一物一物啊 拿东西换东西 这地方不单有银矿 而且还有好多盐井 出那个盐吧 这么说得了 银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 要不孟霍那么神气啊 他有倚仗啊 这次回的家来 后 简直的 你出不开门了 都来向他问安啊 都来看望他呀 孟霍住的什么地方 他住的宫殿里 哦 银坑山有宫殿呢 哎呀 孟霍那宫殿修得才漂亮 你像什么西岸啊 洛阳啊 以及西蜀的城东啊 哪修得也不如孟霍这座宫殿啊 你瞧这地方多美 那真是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洞中套洞 洞中藏山啊 他就在这银坑洞内 修了这么一座宫殿 当初孟霍曾经说过 说天上有座灵销殿 什么样 我没看见过 地下也就是说 东海藏着一个水晶宫 我也是听人这么说 他把宫殿都找来 告诉他们 我这宫殿修得必须 比灵销殿水晶宫还得美 还得漂亮 还得亮成 我有钱 我这有银矿 拿出钱来 给我修 修吧 呵 修的是凋零滑洞 奇迹飞烟 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啊 这么说得了 他这金殿啊 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 冬天进来 暖和红啊 夏天进来 刷的一下 浑身汗就回去了 凉也快快 你甭管多烦心里 多别扭 一走进宫殿心里 就特别那么亮堂 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 这位祝容夫人 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 尽量使南王愉快 夫人传令 大牌炎炎款待亲友 给南王洗衣尘 来 孟霍把手这么一摆 所有的心友 一律 不见 谁会不见 没点见也好 不管怎么说吧 我没点工夫 干嘛 声变 意识 哼 终点齐名啊 大 动 随着终点声 银坑山中 所有的温武 全都到了 孟霍秉证归坐了 他就把这前前后后 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 全都说了 现在我退守 银坑山 凭借三江险 要与诸葛亮决战了 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 报无次 忧辱之后 多思贤 你多多的代劳吧 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 这一阵手 多谢南王啊 多思心说 行门祸 你够朋友 困难的时候 到我那去了 我对不住你 没事我请出个洞主 杨僧来 把你在九县前 给捆起来了 今天我来的你这儿 你能把三江城交着我 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 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 灵灵她就走了 把朵司打走了之后 蒙活看了看 她的夫人以及文武 你们还有什么 退敌的妙册吗 哪个 能给我出了一个妙册 战败中阁恐云 我在南中这儿 与其平分情色 我就封车了一次的年王 银坑山的整个南中 给你一半 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 大王 何必如此呢 这儿还是您的家 用不着重赏之下 有勇夫 我不图大王的赏赐 我给您出个主意 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阴坑山 他是有来无回 哟 呦 蒙活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 正是他的国舅 舅爷 祝龙夫人的弟弟 这一带鼎鼎有名的带来动主啊 啊 贤弟 你用何言策叫我呀 大王 您别忘了 我有一位老师啊 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 恐怕汉丞相诸葛亮 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 我家恩师啊 不但是呼风唤雨 精通法术 而且他还善屈百寿 山里边所有的野兽 都听我老师的 请您想一想吧 大王 诸葛亮带来多少人买 他就是代价百万 也会落得个片价难回 哼 这几句话说的梦惑十分振奋 哎呀贤弟 带我亲自去请吧 不用劳您的大驾了 小弟不才 我代替您去请吧 不过 大王您得准备一分厚礼 哎呀 梦惑一听 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 天帝 你就卓亮安排吧 赶快起身 不得有 遵命 不提得带来动主 请目录去了 单说说这位朵司 这位朵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 他站在城头上 怎么一看 嗯 这地方不赖啊 哎呀 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 怎么这么说呢 这不是银坑山的药露颜红吗 不是药露颜红口的关卡交给我了 这得多么的信任 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 他吩咐一声 多倍弓箭 有人向他禀报 这儿的弓箭 您就不必过滤了 怎么呢 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 把这一箭射在你身上 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 烂死为止 多思议听 是吗 你把箭拿了一支 我看看 把母箭给他拿来 他拖在手里 这么一求你箭头啊 拦瓦瓦的 啊 为这毒药呢 好箭 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 诸葛亮来了之后 咱也不跟他打 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 咱就开宫放箭 多思全都安排好了 没过五天 探马来到 西蜀大军 兵临城下 诸葛亮带人马来了 丞相带人来到三江城 闸住了营寨 他在营门前看了看 哦 这就是三江城啊 谁在这儿战手 多思 诸葛丞相 让马带王平 领兵三千 去取三江城 这二位带着人去了 去的快 回来的也快 带出去三千人 回来剩了两千来人了 怎么回事 那一千来人啊 都让人家给射死了 就连王平 马带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 好宣啊 他们把他箭摆着 丞相的跟前 丞相一看 这是毒箭 当时就吩咐 圆门紧闭 不得了 喝这些子 把城头的躲私给乐坏了 诸葛亮让我打得闭门不出了 他当时赐下来酒肉 让这些士族就在城头上痛饮了 喝开庆功久了 诸葛亮 诸葛亮在大营之中 密传一令 命全军将校 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 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 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图 然后在营前听令 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 咱们丞相这怎么了 咱们不想办法破敌军三江城 破他的毒箭 弄土干嘛呀 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 有什么关系啊 嗨 你就别问了 让你准备就准备 没听丞相说吗 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力 小心向上的人头啊 你没看呢 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 咱也找去吧 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 找包皮 没那么多包皮 把小罐脱下来 拿挂子包 第二天晚上 一人滴了一包土啊 往营门前这一站 后令吧 到了夜内子时 只见丞相尤打营门中出来了 首领胡须乐呵呵的 看了看这些军校 随后啪 把手中的大扇这么一摆 今天晚上诸葛亮要求去 翻经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